快快快 这个给我看一下 什么东西啊 卡迪亚 这要卖啊 对啊 我卖给你啊 哪里来的 以赞迪给我 以赞迪给你的 对的 欠了我5000块钱 欠了你5000块钱 迪给你的 要卖还是要鉴定啊 要卖要卖 要卖 这个不用鉴定的 你先看一下 卡迪亚的钉子 满赚了还是啊 项链 这项链 我当手链了 这不是项链吗 发配尾吧 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35 能不能换个手表 这个要换个手表啊 对啊 这国际大牌 对 它是个卡迪亚的 钉子满赚啊 如果这款是真的话 专柜售价应该要在五六万 但换个表还差一点 这样吧 我先给你做个鉴定吧 鉴啊 鉴定要收费的 这要收什么费啊 我来卖给你的还收费呢 所以都是要做先做鉴定的 你这29付了 我首先会告诉你 这是个什么问题 知道吧 然后这29花的绝对是值的 知道吧 你先付一个29 我不要告诉你 好好好 先给29 钱收到了啊 然后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如果是专柜买的啊 它要花五六万 欠你五千块钱就抵给你了 我找一个差不多的 我们这里带钻的钉子啊 这个是手镯 你这个是项链啊 但是他们的钻石的镶嵌工艺 绝对是一样的 我们在镜头下面看一下啊 因为你这个也是带钻的 然后我这个也是带钻的 我们先来看我这个针的 我们在镜头下面看一下 它钻石的镶嵌工艺啊 正品的钻石 不管它再小啊 它也是八星八戒 火彩是很厉害的 包括它边上的四个爪子 台面齐屏的地方 都是有做过抛光的 看到吧 都是会反光的啊 然后看一下你这只钻石的镶嵌 仔细看 它虽然也有做抛光啊 但是 它的钻石 大小反光 它不一致的 做不到那么闪 看到吧 看到了 然后边上这个爪子 大小都不一致的 看到没有 底槽 也不工整 第二点我们看客制啊 卡迪亚这个logo 客制它肯定是用机器刻下去的 这个洗刀刻 刻下去它底槽不够平整 你看这个C 中间这一段快断掉了 场标刻的都模模糊糊的 这个场标对应的这个C 单C 单C腰肯定是要直腰的 这个是圆C了 这个是不对的 玫瑰金的颜色 跟正品的玫瑰金颜色 也是有点出路的 看到吗 这是正品的玫瑰金颜色 你这个颜色太淡了 现在证明 这个项链就是个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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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交易吧 我跟他假的呢 我跟他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啊 他家里条件好不好 好的 钱要的回来吧 那你这个要去找他了 好了好了 麻痹的 狗子也不给你骗29块 再见啊